健康四小寶 是綠茶素 洋蔥素 蘆蕙素 蘆蕙素 這四樣東西 高劑量的植物提取物 針對人體的癌細胞 作出一些幫助 這四種成份 一定對癌症會發生作用 一定殺癌細胞 這是醫學報告 別人說了的話 上網查就最好 在2002年有三個學者 獲得諾貝爾獎 他們的得獎題目 叫做 細胞自滅 第一個健康食品叫做 綠茶素 可以令到癌細胞自滅 蘆蕙素 可以逼癌細胞凋亡 奴蕙裏 有一種東西叫做 無醫無電 另一個健康食品叫做 綠茶素 可以處死癌細胞 對付癌細胞 用綠茶素 逼他自殺 用酥米芯素 逼他衰老 用蘆蕙素 令到他擴散不到 旗 音旗 二 祭祭鬼神 以求福佑 奉信鬼神的民族 古魂 誤人鬼 月人旗 南方之鬼也 逢星期五晚十點半 潘法江師傅 與你探討每一宗 奇異檔案 第三節的奇異檔案 依然有我 潘法江 和 威夷 即食麵 和大家繼續 拆解這些奇異檔案 上一部分 我講到 究竟是什麽呢 那個影子究竟是怎麽 我一直都不知道 去到三十幾歲的時候 就不知道做什麽 天天都洗澡 那天 突然脫了衣服之後 不要想太多 不要想畫面 畫面不漂亮的 然後 然後 就 抹開手 自己定下來 會這樣做 不會的 我馬上 腦海出現 當日這個畫面 接著我就試做 雖然 鏡子是自己彩色 我看著鏡子的時候 那我就 將它模擬 將它變成 我的人的灰色 即你自己想 咦 那不是一樣 那我就叮一聲 就記起這件事 那後來呢 我 終於做了法師 亦都做了這麽多東西 但我到而 我很奇怪的 我自己的東西 我不問祖師什麽 但是呢 我不知道為什麽會知道 我解釋就是 其實那個人 那個黑影是我來的 是 但師傅 你那一刻其實 你開始學法 還是已經在做 還是 還未學 是 是 又學 我十三歲學法 是 是 哦 即那個見影的時候 還未學 但是那個洗澡的時候 當然學了 學了 學了 十三歲學 好了 那 你 為什麽說是我自己呢 因為呢 那個人呢 連 關節 髮型 任何東西都似 是 就是 整個人 二十幾年後 你都仍是這麽深刻 可以 現在都不是二十幾年 即當成事 二十幾年後 當你見過這些東西 你的腦裡 我第一次 真是深刻 第一次 第一次 那個沒有人 有過第一次 第一次 我第一次真的很深刻 即食麵 我不知道 因為我未 沒有過 沒有過 始終都有過第一次 那一下子 那一下子 當然是在目 但是 你可以這樣說 沉了底 沒有可能 你會突然間洗澡 每天都洗澡 那天 會記得 是 對不對 好像 適逢期會 要告訴你答案 那樣 然後 我就慢慢動 就是這樣 其實呢 我真的沒有問過祖師 但是呢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一直都已經 有個解釋了 那個解釋就是 是我自己不如指 那個是我的原神來的 原神呢 你可以說是 有些人叫雲魄的 有些人叫原神 原神是 真正見到自己原神的人 原神 自己原神是比自己 本身肉身高大的 是 是的 還有呢 你也可以說 這個 就是我的本體 前世都可以 哦 為什麼呢 因為它頭體 到我的人那裏出生 根本上 我的軌跡 我 我不是吹水 我都是沒有問的 我當我謀論 但是呢 我很肯定 我上一輩子都是修法的 嗯 所以我懷疑它呢 都是修法的 但是為什麼這麼肯定 這個問不可以的 我可以很肯定 告訴你 因為那個人呢 都是 這個 現在我這個髮型的 他肯定是和尚來 哦 OK 哦 明白 他那個 那個 軌跡 簡直是 和尚來的 嗯 明白嗎 那我就肯定 還有呢 我一直 你要記住 我不是 我學法呢 不是有人介紹 或者是 不是有家人餘目染的 是啊 為什麼沒有呢 我自己周圍走去廟裡 又周圍看那些線書 人家放假呢 學校放假呢 星期六日呢 我剛剛升中一嘛 我走去行寺廟 人家是打機的 是 人家是眼睛的 大家都不一致的 我單拖一個人呢 會走上山道 找一些寺廟看線書的 跟著無厘頭呢 就會拖一些佛經的 跟著呢 再走回到山呢 就會拖一些舊書灘啊 那些書呢 就看那些符咒書 和風水術屬書的 其他書我沒有興趣看的 最喜歡看就是符咒書 這個真的是 這個你十多歲的時候已經是 十二歲幾十三歲 十二歲幾十二歲 我十二歲開始 其實你興趣所以就開始了 你可以說我如果真的沒有記錯 當日看到這個影子的時候 當是十一歲的話呢 下一年開始 我就已經到處找那些書 自動的 會不會因為看了這個 突然間 咦 叮一聲 不是 後來我十三歲就去學 偽然去學 就無厘頭自己去學 那你想知道呢 其實在網上都找到 在YouTube都找到我 為什麼學的 有一個叫 YouTube有一個節目 有一個節目 叫藍皮書訪問過我的 整個故事都在裡面 還有在大電波 有一個收音機電台 什麼97那裡 好 我不想說完整個台名 那裡也是沒有畫面 聲音的訪問 是兩個小時裡面 第一集都要說回我為什麼學 其實都不想再長講這些 我們不如再講 即食麵 即食麵就是 今天第一次和我拍檔 你已經要交課 是呀 其實所以今天出門前 我也有問一下媽媽 即是我就自己 取下經 今天才做嗎 這麼厲害 不是 其實我小時候已經聽媽媽說過 即是想複雜一次 今天就複雜一次 將一些比較多的細節 一些 因為其實我本身都是打算講這個 但是今天我打算 看看還有沒有多些 然後媽媽就說 哎 等我和你分享一下我那個 那他就再複述多一次 其實話說其實都很久之前 二十幾年前左右 我們那時候住在牛頭角 我應該都非常非常小 到不得了的了 那時候就聽媽媽說 可能大概都是二十二年前左右 那時候牛頭角就有單車禍發生的 是死了人的 那這個車禍呢 以媽媽跟我說 我也不肯定 他就說好像是 有個車剷上了行人路 那所以呢 那些行人路是又死了 那些剷上來 即是有很多人在這裏 然後就撞死了那些人 其實很多人我就不知道 但是肯定是有人死 肯定是有人死 是的 那接著呢 在那段時間 即是後幾天 總之是這件事 車禍發生沒有多久之後 那我媽媽就病了 那病純粹是因為她自己病 不關事的 但是她去看醫生 那當時呢 她就去九龍灣看醫生 那我跟她走去九龍灣那條路 即是那個事件就是 那條路斷了到發生 那當她看完醫生回家了 那她呢 其實就經過真的exactly那個 她就說好像大概是 旁邊是巴 總之那裏是有個巴士站 旁邊就走人路 那樣的 那她呢 就本身貼到最近邊 走回家了 那其實跟我爸爸在一起的 那我媽媽就在外面 我爸爸就在裡面 那明明走到最貼邊的 那她就說突然間 感覺到 有某些東西 很大力地扯她的腳 然後呢 就很大力地扯她 開去馬路那裡 那 那 那朝上 你來講 那如果可能 當我趴著她這樣走 那如果可能我被人扯了出去 她是會發覺的 但是當時我爸爸 你爸爸 沒有 她是說完全不知道 她開始被人扯了出去 就沒有為意 完全感覺不到 然後 然後 但是你媽媽那時候 已經只是扯到一塊 扯了 她有沒有扯了出去 有啊 絕對是 那當行人路是直的 那她本身是在這邊走 那已經是斜了 那這邊是馬路 已經是說斜了去 已經快要踏出了馬路 那你爸爸是在一起走 是 但是爸爸 就不知道 哇 那是否因為 媽媽有沒有生爸爸 哇 十萬個激怒 這樣離狼離辣地走 不是啊 一起啊 黏住一起 走到不知道 就是 但是為什麼會可以 直接你由這裡 被人扯到那裡 爸爸也沒有發覺 看了別的東西 應該都沒有關係 可能時候有沒有問過爸爸 先 等一下 媽媽現在有沒有看 你媽媽 不知道她有沒有看 那我們沒有亂說的 是啊 那就是說 很大力的 那她就說 扯著她右腳 扯一腳 媽媽就用左腳 大大力地踏回去左邊 然後又扯 那她不怕嗎 就是怕 那時候 爸爸又不察覺這件事 媽媽就說 都不知道是不是那時候被鬼 爸爸都不知道 扯媽媽的同事 又令到 然後呢 媽媽又不敢出聲 她說不敢說話 就好像你們剛才所說 遇到這些事的時候 你哪敢去出聲 其實給我 我想我也是不敢 一來 我不是敢不敢說出來 因為我怕那個東西在那裡 你說出來 讓她知道我說出來 我會更加 但是如果一路失控下去 一路拉走了整個人 你不叫 你不叫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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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個思考不到 叫不叫 那時候一定 一直被人拉在後面 爸爸在前面 喂喂喂 我會想得太多了 對 總之她那時候 即是所謂 來到房寸大亂 已經不敢出聲 亦都可能啞口無言 那時候 她就說她真的很害怕 不斷扯 接著差點已經扯到出馬路 對 接著她就說 心裏面就念著一個咒語 即不是咒語 封箱都是阿里陀佛那些 是的 就是念南無阿里陀佛 那她就說不斷念 那慢慢開始念 就是她說念了很久 又不知道 總之一路走 就說不知什麼 過了天橋 過了對面 好像爸爸在那邊 一起走 但是爸爸完全不發覺 扯啊 扯啊 很大力 那她盡量壓抑 盡量 是的 接著我問媽媽 假如如果 很害怕 我說 那如果 其實我問誰大力一點 就是媽媽說是憑著她自己的力 鬥力 她也是跟我說過鬥力 接著我就說 那會不會真的扯了出去 鬥力是誰 她說如果爸爸不在他旁邊 應該就真的扯了出去 因為可能她 就是爸爸在一起 但是 因為爸爸也在走 但是她自己不知道 完全是毫無意識 扯啊 我想應該是真的這樣 接著就是念 難忘了你的頭髮 媽媽說念了很久 慢慢的力就開始減 開始就沒有力 接著念到某一個位置 突然間 媽媽說噗一聲 接著她人 搖一搖一搖 即是搖一搖 對搖一搖 接著那一刻 爸爸才問她 做什麼事啊 其實 之前發生 由拔開始 爸爸是真的完全不知道 但是噗一搖一搖 一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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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 這個搖一搖其實是沒有聲的 這是一個畫面 媽媽說的我不知道 其實她的意思呢 她的意思是想說 突然間有一個這樣的反應 那坐一搖 然後爸爸 爸爸已經知道了 就是這樣的 師父好厲害 我真的以為有搖一搖 對 先解釋了 她的描述是搖一搖 媽媽的描述 媽媽真的說搖一搖 是她覺得是搖一搖 其實爸爸不會有搖一搖 對 媽媽說搖一搖 然後爸爸才發覺 你做什麼事啊 但是由被人搖一搖一搖 是完全不知道 完全 她都沒有問她發生過什麼事 其實根本那一刻 完全是斜了 都完全不知道 是直到勒念完經 之後 是不是真的就沒事了 是呀 那就可以絕解了 是啊 OK 那就解釋了 這件事其實是 類似鬼上身 但是媽媽是有意識的 是有意識的 鬼上身應該應該不知道 有幾種的 這種我們稱之為 都是在上身 還有媽媽說 那時候是不是因為她在病 所以特別容易 你可以說是鬼的 你是陰神也可以 是 鬼和神 我們都叫神靈 或者鬼靈 都是叫靈界 所以我們沒有分過鬼還是神 所以有時候對話說的 鬼神之說 就不會要拔開的東西 我們不要理它是鬼還是神 就是靈界 好了 它是給靈界上身 靈界就包括有神或者鬼 陰神或者天神 還是鬼 我們還不知道 沒有檢查過 但是這種反應 正正是我們 不要誤會我們 什麼上身 我們是要求上身的 我是 你知道 認識我的話 就知道我是 請神上身做事的人 OK 一模一樣 我們 我們要放給 我們叫童 有些人叫標童 或者請童 OK 我們 神叫師公 為什麼我這樣做 解釋 師公上身的時候 然後 放鬆的人 由他控制 那麼他的力很大 力很大 力很大 比你平時的力 可以隨時 你放給他的時候 他會一脫 或者打出個磅數 可能是大 比你平時打出來的 那麼 那麼 他拉著你的腳 如果是我弟子 或者是學法的人 或者是明白我說什麼 那些所有動作 你如果是全程 是他投入 還有是放鬆了 是他全程入了你身的時候 你都還常傳一點意識 這個叫醒童 我們叫 還是有些所謂你說的 是你媽媽清醒 是 這樣呢 其實他是模糊之中的清醒 有模糊的清醒 但是他還是懂得念 懂的 有模糊的清醒 就是有些蒙的清醒 就是我叫上傳 我當有30%的清醒 OK 那你還有知覺 你懂得做你的事 你控制是你的事 如果我們的師公很大力的 我這派是醒童 我不知道人家 人家有些說他迷同他的事 總之我是 我們醒童就是這樣 上一身 他動 他動 沒有任何動作 先女跳舞也好 打功夫也好 什麼童 有什麼童 你的手腳是他扯的 力度是他控制的 他可以控制你這樣 可以控制你這樣 他反應大一點 這裡或者他扯他 但實際上他全身都在離 他由腳上 他是陰 他由腳上 OK 他是控制他的腳先 才到他手 本來 但是他走到某個位 不知道遇到什麼 走 一走他又會扑 他的背部 簿呢 是他媽媽的描述 他媽媽的描述 不是我媽媽 她是媽媽 他媽媽的描述 只是她的描述 之下 就是说 我們剛才描述 也是用簿 那一下 就是那一下 叮一聲 啞幾下 那一下就出來了 不是因為啞幾下出來了 是出來時就是要這樣出來 證明是上了身 總之無論任何上了身要出來 就一定是 未必我們不看的 我們是請師傅來 請師傅走未必 有時都會 有時都會做幾下 有時是沒有的 但整個下是真的自己感覺到 你感覺到 走在那裡也真的會感覺到 你有一個能量落在你身上 我們不要說是靈界還是什麼 有一個分度是有些不同的 或者你媽媽當時不懂得分 還是自己以為 那一到他走的時候 他就很明顯分到 因為你整個人都醒了 他醒了 證明剛才是蒙的 這下才叫醒 什麼叫蒙 就是半夢半醒之間 原來是有些朦胧的 還有那個腦是白的 什麼叫腦白呢 想事很遲緩和聽事很遲鈍的 未必聽到的 嗯 是啊 有些所謂星成的一些彷彿 但是關不關那時的車 他就說是真的路徑那個位 才有這個被人拔走出去 是否因為有人在那裏死過 去到雲替身那些呢 是否不知道 周街都有靈界的 是否在那裏呢 是否新鮮熱蠟 他說幾天左右 那會不會呢 是否那麽大能力 立即上人身呢 就有些未必 所以會不會是他未夠道行 只是可能就是可以在腳上扯一扯 而可能如果他是有道行高了 那麽就 嗯 我可以這樣講 上身就不用 有些人會說要死多久 我覺得是不用的 是 又不是說道行 我覺得是 是 剛好遇上江江 是 你可以叫做電光火石之間 他走不了 有些呢 我處理有些個案呢 是吵了一聲 又進去呢 那個本身那個人是不知道的 他進去後來他性格大變了 或者做了很多樣東西不同了 嗯 的時候呢 其實呢 我找到我問的時候呢 跟那個交談的時候呢 查他呢 其實那個靈界呢 都不想進去的 嗯 其實就是電光火石之間 那大家無緣無故走過 是啦 就是叫做有緣千里能相會 那麽他相會了 一拍即合 他進去之後呢 他自己想出去 原來自己不知怎麽找路走 所以可能他走 所以他又走 你媽媽又可能變成大家鬥斜 那麽他走不了 那麽大家黏著 那麽他走不了 如果走不了的話呢 很大禍 他就會影響他 他就會搞他 變聲啊 或者做任何事啊 又或者要等有些人呢 認知到什麽事啊 就是幫他 就是幫他 因為他離開不了 或者不是變聲 一直病啊 一回家慢慢入夜高燒啊 語無倫次啊 一病不起啊 不吃東西不喝水啊 就要 不是他想搞 是他都出不了啊 就是要告訴他 我在這裡 你快點幫我去 是呀 找到有色知事幫他 就糟了 你找到那些 不知道什麽來的 整個都不醒 十字道歐消完東西 就糟了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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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斷去看了父科 那麽 看錯了 師傅兩個字呢 很多人呢 互相誤解了 師傅就什麽都懂 以為 喂 你聽他那麽科師傅 還是哪個 是泥水師傅 那麽 叫師傅 那麽 泥水 豆木師傅 那麽 你神兇師傅嘛 驅邪找 你不要去找風水師傅 驅邪 看風水 你可以找風水師 驅邪 你去找風水師 官司沒有學過法科 怎麼拘邪呢 有些人說 如果假如遇到這樣的情況 說粗口可不可以 很多人都說是可以的 但是我告訴你 我從小到大都很怕鬼 很怕黑的 而且很怕靜 一定開了燈 開了電視 一個人都睡不到 現在是這樣的 不是的 現在是他了 意思是說 我還沒學法之前是這樣的 但是學了法之後 不知道是莫名的信心還是什麼 因為我們那家有句說話 叫做心紅膽壯 自動 我有機會講 我也講過的 不過有機會再講的 明天先 我遇到靈體是挑我機的時候 當日他入夢挑我機 七胸流爆出來的時候 我竟然是不怕的 他頭慢慢酸過來 誰是七胸流爆出來 即是靈界女鬼 當然是頭 即是說 頭如果這樣直酸過來的畫面 即是你第一身眼 OK 你第一身眼 頭那麼近 即是從這麼遠 轉過來 你應該很害怕 是不是 誰知道我竟然是著火 彈起來 全身著興 很生氣 突然間 生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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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著火 即是不是著火 即是冰一聲 是不是他砰一聲 還是薄一聲 即是那些不是真的 人去樓空 家屋沒有人而已 但他剛才明明湧過來的 但那一刻為何自己不怕 現在慢慢靜下來會害怕 沒有了才會害怕 是呀 究竟甚麼事呢 就是我們的法門有個心紅膽壯 師公已經到我身後 立即迎戰他 控制我便跑出去 只是玩單 哦 都是呀 如果真的見到那一刻 你不會很害怕 反而是之後慢慢想起 你才會慢慢很害怕 很害怕 很害怕 那便立即開燈 那一刻就這樣 你說都很害怕 那既然這樣 我們 咦 過了鐘 那次是嗎 哈哈 過了鐘 這部分繼續下 就是這樣 是不是還有這部分 還有一部分 是的 我們廣告都 你覺得我跟無人說話 不是有人的 你真的這麼奇異嗎 你見到嗎 你見到嗎 真的有這部分 這部分我們就 唯有跟老闆說一聲 那天的客戶時間暫時 不要出著 我們唯有做完它 Daniel 之前你有甚麼問題 要吃這個四小寶去調節身體 肝硬的三期 然後找四小寶 為什麼你買四小寶 健康四小寶 吃這個呢 我覺得成分高 因為成分高 你說16顆健康四小寶 就等於人家200顆的成分 差不多了 那你現在吃了之後 你好像剛剛早前才 尺了個癌症指數 現在是怎樣的 那個近況是 肝硬酷素 腎上腺素 那些指數全部都正常了 那顆擴散了 癌又怎樣呢 現在有 現在只剩下一個黑影 即是沒有了那個癌的了 應該就是沒有了 健康四小寶療法 其實只有英式 黃失療法來的 是的 那你還要怎樣去輔助 你好像說粥粉麵飯 你都不吃了 已經是 是的 最重要是 最重要是咳糖 那個是一個南亞裔人 叫德仔 他基本上 就一條頭髮找不到 那麼就年輕 今年就30歲 用了一支洗頭水 加一支精華素 那就見到 用了個半月 就見到 我們現在那個廣告 圓形頭殼 出頭髮的情形 他的毛毛 用回了 就全部出回了 可能遲些 等毛毛疼疏通了之後 會濃密很多